小胖 聽說你做喜劇的 我這裡懷疑是很想辦喜劇 我還可以帶你去很多地方做喜劇表演 但是你也太胖了吧 這樣不行 我聽到這句話 我馬上就說 姐 這機會千萬別找別人 我馬上做劍管 我就做劍管 我這個人就這麼現實 但是呢 大家不過不就是劍在一塊兒是吧 相健康啦 是不是王老師好 正式做了健康管理的日子囉 報告各位 有人不知道我得禀告 安利派了一個人 每天 吩咐我提醒我 吃早餐的時間 午餐的時間 晚餐的時間 不能吃澱粉 只能吃維生素 這個維他命 然後我心裡想 這些事不就我媽在做嗎 我已經有媽了 安利是餓嗎 我靠 我爸還沒爽到 全想做 做了劍管呢 我知道 我的教練說 不能吃澱粉 然後我就說 不能吃澱粉 那能換吃什麼嗎 我教練跟我說 你可以換胃思考一下嗎 我說 我有用胃在思考嗎 我真的用胃思考 可以給我吃點別的嗎 他說 真的不行啊 於是乎他說 你餓的話 你可以吃我們健康的 這些 你養素對吧 事情是這樣的 講到換位思考 各位有約會過嗎 男男女女對吧 如果男女約會 在這個餐桌上 男生拿起香菸 打火機 還有檳榔 還有 女孩子 可能會感覺到 對你有一種異樣的眼光 男生有抽菸的 有這種感覺 真的不能拿出來對吧 那天我就跟我自己的好朋友們聚餐 大家都在吃飯了 我就拿出我的蛋 大罐的蛋白粉 然後我就轉開來 大家全部湊過來 看看裡面的粉 投一 某一個異樣的眼光 我說大家別誤會 這是營養蛋白粉 不是我爸的骨灰啊 說真的蛋白粉吃了又健康 然後呢又有體力 但是呢說真的 這我都可以忍 我不吃定了 但是我到了深夜 好朋友聊天 我就忍不住喝幾杯酒 我第一時間有點不好意思 打給我的淑貴姐 我說淑貴姐 我今晚要喝酒 可以嗎 然後淑貴姐說 好吧 品客你那麼愛喝 那今天就當飲喝 但是你就多吃一些B群 就可以了 聽起來好像蠻管用的 對吧 我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以前啊 我也出去喝到深夜 跟我女朋友說 我可以喝到凌晨嗎 喝到早上嗎 他說當然可以啊 只要你明天 信用卡讓我多摔一點就好了 所以一切都有代價嗎 對不對 一切都有代價 大家理解我的道理 好的 我透過就講到這裡呢 也差不多要來到句點的時刻 我就在想 你們台下這些女孩子們 會不會心裡想 這品客大叔的笑話是好東西嗎 但是又會想一想 啊對安利推薦的一定算好東西 別以為自己真的可以笑話連篇 如果沒有笑肯 尷尬愛情走這邊 你沒有料去台上笑去卡米地這間 我來講你隨便笑成不黃火烤那天